陈志远 你在听我说话吗 喂 喂 志远 我先挂了 你来这儿做义工 是为了我吗 我是为了我自己 每次看到方怡现在这个样子 我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 要是没有我的话 她和你现在 应该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 我其实经常会想起你 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事情 我不得不承认你在我的生命中 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印记 我越是想去忘记 就越记得清楚 后来我告诉我自己 应该去恨你 是你 毁了我的生活 同时还欺骗了我 对不起啊 可是后来 我换了个角度去思考 我思考 你在我爸离世之后 你是背着多么大的负罪感来接触的我 你甚至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 还居然负我妈妈的痛苦 还居然负我妈的痛苦 我想到这些 我反而恨不起你来了 你应该恨我 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可是责怪别人 只会让痛苦不断地加深 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不断地反省自己 才能正正地成长 你没有错 错的是我 都是我的错 其实我也有错了 我错在 我爸离世之后 我把所有的怨恨都转达到了别人身 但是我跟着我 我什么意思 是 我这就是 我来说 因为我太决定了 我真正在 这些人 我以为你 你很想想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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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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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